歡迎回到18台晚間新聞 針對華裔新移民 較少使用公共醫療資源的情況 相關的部門已經出台 相應的改正的政策 希望能夠改善狀況 而在公共醫療機構 從業的華裔醫療服務者 也在嘗試用結合中國文化的方法 為社區民眾的健保選擇 提供更多的幫助 我與東洛杉磯的 Roybo綜合健康中心 是洛縣公共衛生部門 面向盛蓋博谷華人聚居區 最近的綜合性公共醫療服務機構之一 政府方面 對公共醫療衛生資源的宣傳 進入華裔社區 近年來 前來該中心就診的華裔病人 有所增加 而華裔病人的增多 也讓機構內的 華裔醫療服務者 觀察到問題 因為自己本身是做一個 會講中文的華裔的 補助者 我察覺到通常會打電話 需要幫忙的人 華裔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覺得可能需要更多 這些方面的機會 讓他們知道說我們的服務在哪裡 尤其是對於很多年長的病人 有醫療需求 卻不知道如何根據自身情況 選擇可用資源 而中國傳統文化的尊老愛憂和孝道 也讓年輕的華裔醫務人員 感受到肩上照顧社區的責任 我們要服務我們的這個地方 我們也沒有看到很多中國人 所以我們要比較多中國人來這裡 五年前 洛杉衛生部門在 Roybo綜合健康中心設立了一個創新模式 讓醫師和心理諮詢師 在中心的不同區域辦公 如果病人有心理疾病諮詢的需求 醫師可以很快直接將病人 轉診到心理諮詢師處 有效地減短了轉診的時間 而華裔病人逐漸增加 也讓醫療人員發現 很多華裔病人對自己的心理狀況 並不足夠關注 睡不好吃不好頭痛肚子痛 這是最開始的症狀 那他們會直接會跟醫生說 那也許醫生在確定了一些狀況之後發現 那到底是不是身體上呢 如果真的不是的話 有沒有可能是心理上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幫助這個醫生 也幫助這個病人 這家接受Medical低收入醫保 並且接診無保險民眾的 醫療機構的華裔工作人員 針對華裔社區的問題 開設講座和設計傳單 希望能用中醫傳統養生 和身心和諧的概念 讓社區民眾 學習照顧自己的心理健康狀況 身體和心理是很健康合一 平衡的狀態 所以我們做的這個講座 就是說怎樣保持身心健康合一 然後也請醫生告訴大家 怎麼樣幫助你的身體和心理互相健康 羅憲還有多家醫療機構和相關組織 也在意結合中國傳統和社區文化的講座 等多種方式 對華裔新移民社區提供健保資訊 我們可以跟他們討論 他們的需要 他們的健康需要 和健康教育 而這些相關活動的反饋 對於未來更好照顧華裔社區的健康 將起到關鍵作用 在調查走訪的過程中 我們發現 華裔新移民社區目前針對健保所存在的語言 文化隔閡等問題都在逐步得到改善 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新移民 在未來不斷入駐落線 針對健保的問題可能還會不斷增加 解決健保難題 需要政策制定上重視問題 需要相關工作者不斷提供幫助 但最重要的 還是需要華裔社區的民眾 積極地提出自身的訴求 並且不斷了解相關變化 這18台晚間新聞和南家大安耐堡新聞學院 健康新聞中心聯合推出的特別報導 我是金沛文 讓我們一起關注華裔新移民的健保難題